在现金的房地产市场中 要什么时候购入或脱售才更明智呢 进场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 主要就是说现在是唯有我们可以把握的 可以采取行动的就是现在 那么大家一直在埋怨啊 哎呀 以前为什么干嘛我不买 以前的价钱这么便宜啊什么的 那么以前大家都知道价钱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 但是我们回不到以前 然后未来还没到对吗 那么只有现在我们是可以把握的 首先先问问自己手头上 现在可以就是准备放盘出来的这些项目 那么自己是不是现在很急需需要用到现金 那么很急需用到现金 需要一些钱来周转非卖不可 那么自己的选择就不多了 乎如何都是要把它给卖出去 那么如果呢有一些本钱就是说还可以持有 我们英文说holding power 现在还可以hold着这些产业 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 那么价钱呢就比较呃就是跟以往来比以往过去几年来比 现在的无论是价钱方面还有市场的买器方面都会比较弱 那么现在卖出去呢肯定要卖一个好的价钱 一般来说那么会比较不理想 所以有这个holding power 然后这个时间就尽量就是把它给就是一个过渡期 那么当然有些产业呢很幸运的现在都租着出去的 租金也不错 可能可以抵消那个每个月的那个银行的公款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反正也不需要那笔钱来做一个周转什么的 然后先度过现在的这个时间 假设我现在真的需要卖了还是什么的 就要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去卖 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卖这些房地产除了靠自己来卖 当然就是要叫那些房地产的那些agent那些中介来 中介代理来帮我们给推出去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秘诀啦 重赏之下必有永福 那么你的这个单位可能呢要抛售的也不在少数 在同一个项目可能有好几十件 好几百件这个时候都要抛售 那么很简单的 干嘛那些中介要刻意的去推你这个单位 干嘛不推别的 你的这个单位的位置也不比别人好 你的这个可能门牌的号码也不比别人吃香 干嘛人家要推你的 那么你的用金只要比别人稍稍给的高一点 这个还是有效的 其实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formula 就是说大概是多少多少percent就可以卖 其实个人只要心里觉得舒服 我卖这个价钱其实都没有赚 我愿意吗 我愿意就卖了 我卖这个价钱可能还要亏一点 愿意吗 愿意就卖了 然后如果个人当然我还是毕竟要回答这个问题 比较理想 那么平均我们来算 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在手上已经多少年了 如果说平均每年有我们说有赚 大概是百分之八到十 其实是算是理想的了 那么意思是说这个产业 如果我买了下来三年后卖 我们算了大概有算一个30percent 叫做是理想的了